安德拉贝比一直是美丽的代言人 无关精致气致出众的她 不仅是众多观众心中的女神 还嫁给了许多少女的梦中情人黄晓明 生活幸福美满 6月13日 有网友爆出偶遇安德拉贝比时的路透照 无修涂调色下的安德拉贝比依旧美丽 却比电视上见到的样子更受了几分 路人照片中的安德拉贝比依旧进入天然 身穿粉色T恤和半身裙 皮肤细嫩五官精致 即使在较暗的电口光线下 也还是白的发亮 更看到照片的网友们除了赞美安德拉贝比的高颜值外 也忍不住说安德拉贝比也太瘦了吧 白色短裙下的双腿骨节突出 从膝盖到脚踝都能看到皮包腹的痕迹 安德拉贝比的双腿还没有身边路人胳膊突 但许多粉丝心疼不疑都说明天上镜会胖 为了完美的演出效果 安德拉贝比也太辛苦了 这位幸运网友还遇到了黄晓明带小海绵海藩般妈妈 虽然只有一个背影 也难掩黄晓明的帅气 前面白衣女生怀抱的小朋友 想必就是我们可爱的小海绵宝宝了 因为一直在剧组拍戏 安德拉贝比和儿子老公都分开很久 互相之间自然是自念难耐 而黄晓明也出口转成带着小海绵来找妈妈 这样温馨幸福的一家三口 真是隔着屏幕都为他们开心 有人说 有一种爱情叫安德拉贝比和黄晓明 这也不是黄晓明第一次来她太太的班 近期安德拉贝比工作拔忙 一直只留在上海拍戏 黄晓明爱妻心切 专程带一大捧花来找老婆 照片中的黄晓明夫女匆匆 却难掩一脸幸福的微笑 看来安德拉贝比选择嫁给这个男人 是选择了一生的便宜 安德拉贝比和黄晓明相恋六年并走入婚姻 婚后两人的感情依然像热烈时一般甜蜜恩爱 黄晓明面对小自己十二岁的老婆 也一直把她当小女孩一样宠爱 之前有网友偶遇到 黄晓明一家三口到游乐园游玩 安德拉贝比坐在旋转木马上 开心的像小公主一样 黄晓明则一脸宠溺的看着老婆 整个画面满满都是粉红泡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